1月10號美東時間晚9點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在愛荷華州 德梅因德雷克大學舉行第五場電視辯論 根據至少在三個全國民調 贏得超過10%選票的標準 美國前總統川普、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和前駐聯合國大使黑利得到入場權 跟前四次電視辯論相同 川普再一次選擇另辟蹊徑 在同一時間通過福克斯電視發表演講 目前川普的民調遙遙領先於其他參選人 9號晚更得到參議院共和黨議會主席 約翰·巴拉索的背書 作為黨內初選第一週 愛荷華的結果雖然不能決定全國結果 但有風向標的作用 德桑蒂斯和黑利週三晚的辯論 預料非常激烈 以爭取得到更多選民的支持 德桑蒂斯和黑利都反墮胎 要求加強南部邊境安全 阻止移民湧入 支持持槍權的憲法第二修正案等 但兩人在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存在分歧 相比烏克蘭 德桑蒂斯說 美國目前最重要的國安問題 在邊境和來自中共的威脅 而黑利認為 烏克蘭跟北約成員國波蘭等唇齒相依 支持烏克蘭就是保護北約和美國 根據538的統計 10號的平均民調顯示 川普以61.3%的支持率領跑 德桑蒂斯贏得12.5%排在第二 黑利以11.5%趨居第三 下一場共和黨電視辯論將在1月21號 新韓部市初選前兩天舉行 根據安排 各州初選將在6月4號結束 民主黨將在8月22號宣布候選人名單 共和黨則在7月18號宣布候選人名單 新坦人電視台記者 任浩 綜合報導 或許會員過之後 香港非常大 幸運動達達成員 南華パロセン 南華拜年 南華 香港 感谢观看